哈喽特命 再次收看 各位觀眾朋友我是沈順利3.6的3集 怎麼今天的話呢先給大家補充一下 來上一集跟大家分享這款主線系列的Mirage之後呢 感謝一位同好給我做一個指證 就是這個後方的一個腳板這邊啦 我當初是只有變到這個樣子喔 就還嫌說這個腳板這麼大 然後其實站得不是很穩喔 那就是我自己舒服掉了 在這一代的透明件以後大家可以看到 裡面其實是有一個小凹槽的 對應這邊的這個圖 它是有辦法去做一個搖和的 那扣上去之後呢 後方這裡有一個稍微的往內的一個弧度喔 就可以對於它的一個整體的戰力性 是有一定程度的幫助 就至少不會隨便放隨便倒啦 給大家稍微做一個補充 我真的是要被自己笨死了 那今天給大家分享這款呢 是Studio Series系列以後 推出的這款編號第100號 Dulox Classic Rise of Beast的這款Bumblebee喔 就是新電影造型的大黃蜂 那大黃蜂真的是 永遠不嫌多是不是 官方的親兒子 SS系列的第1號是Bumblebee 就是 可見官方有多重是這個角色喔 那先給大家看一下包裝盒的部分 正面就是它的影響 CG主側方 有個面部的特寫 然後上面的話 我這個盒子稍微比較爛 是因為我自己去給它撞壞的喔 就是從北部拿起來的時候 放行李箱裡面撞來撞去 後來就破掉了 非常的難過 然後後方就是人型跟載具的官圖 可以發現這次Bumblebee的一個形象就是有一個比較offroad的感覺 這種越野車的造型 那這是應該不算爆雷啦 就是電影當中它是有兩個不同的車型態登場 一開始是正常的一個大家熟悉的車體 然後到了電影比較後段的時候才出現這樣的一個形象嘛 包裝盒的部分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那先給大家講看就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鏡頭捕捉起來 這個黃色好像感覺 有一點我看螢幕看起來有一點色差 就是不知道是為什麼 還是說我眼睛可能瞎掉了 如果有可能啦 有可能會看起來跟大家實體的一個黃會稍微有點不一樣 就是我鏡頭的一個問題 那先給大家看看它的一個體型 好啦我們拿出這個是Steel Series系列裡頭的Cheetor 還有102號的這款Optimus 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這款Bumblebee的一個大小大概是這個樣子 老實說這款玩具剛推出的時候 我自己是沒有打算去預購的 根本就沒有買 那吃到比較推出一陣子之後呢 剛好是那時候想要買這款Legacy系列的Metal Hawk 然後看那個賣家有一些優惠券 那是要滿額 所以我就稍微找了一下 它賣場球還有賣其他什麼東西 那就看到這款Bumblebee 然後它的一個價格賣的算是相對比較便宜的 那就想說剛好將會湊到額度 那就把這款Bumblebee就新電影嘛 還是買一個它就是新造型 雖然沒有差到 就是差異沒有很大 但還是把它給帶一次回來看看好了 那就真的是還好有買 因為買下來之後才發現它跟之前幾款SS系列的Bumblebee 手感玩起來差超多 當然便宜結構可能是比較相像一些啦 就改動的地方沒有很大 整體的一個結構也都 不然Bumblebee的玩具就也都長得差不多 但是它的一個塑膠真的是 就是非常非常好的塑膠 非常令人驚嘆喔 就是居然現在還可以玩到摸起來這麼舒服的 官方玩具真是不可思議喔 那我現在稍微找一下網上的一個價格 這款玩具目前價位大概都是1000上下囉 就是有被往上抬的一個狀況 可能也是因為後續的幾波 目前是還沒有再把這款玩具堆到配箱裡面取紅 那就是量的方面可能就是第一波賣完就 目前是就沒有了 所以相對來講比較稀有一些 那我自己玩完之後真的是還好當初有買 就沒有錯過這款玩具 因為我真的玩過之後 大概是我SS系列裡頭 所有Bumblebee玩具裡頭最喜歡的一個 官圖一出來大家比較嫌棄的點 大概就是它塗裝方面喔 就是整個看上去偏速 那直到後面主線系列也推出了Bumblebee 大家對比之後才發現哇塞 其實這款玩具已經算是不錯了 就是它至少有一些簡單的這種銀灰色的塗裝點綴 主線那款才叫做慘不忍睹 就是尤其它腳步這一代正面 就黃布拉雞的直接沒有跟你塗裝 超級速到一個不行 非常的可怕 那變成載具起來下來也是更加的可怕 它一個載具的底盤整個是收納的非常的有收跟沒有收一樣 那我自己的話是沒有買過主線那款也沒有玩過 但是光看圖片真的是完全的提不起絲毫購買慾望 我看網上大概四五百塊錢好像目前就可以買到了 但是真的是 就是真的真的不太想買它 那唯一的優勢大概就是 主線那款可能提型比較大比較高一點 但這樣的話在跟其他角色去擺在一起的時候 比例上可能會偏奇怪一些就是 就是那款寶木鼻吃的比較好 長得比較大隻喔 那給大家看看頭雕的部分 頭雕的話大概是塗裝素影響最大的一個地方 就是它這個頭 其實它是有塗啦 就是塗銀漆 但是總感覺好像 就是眼窩周遭是不是 也可以稍微塗一下 因為這樣看上去會整個 有一種說不太出來的奇怪 或者是說顏色的選用可能 這個銀色再稍微深一點我覺得會 比較好一些啦 不然這樣看上去真的會 有一種 我也不太會講的一個詭異的感覺喔 那眼部的話是有水藍色的塗裝 頭這代是一個球型關節 所以塗裝比較少了 不然它的一個細節其實是壓得還蠻漂亮的 給大家稍微 聽頭戴一下 太到焦 OK 喔喔喔喔喔 肩膀這代的話也是球型關節 二頭肌旋轉沒有問題 手手彎曲基本的90 腰部也可以做旋轉 然後它開的比較偏低一些 寬關節是球型關節 這邊的話還有一個很左關節 膝蓋彎曲這邊比較奇怪的是 它在這一代 它是有讓你感覺到裡面有一個 有一個人腳的感覺 所以你在搬的時候 到這個地方會卡住 然後你再用力一點 往前它會有一個一格的感覺 這個為什麼要這樣設計 我其實 到現在還是搞不懂 就是好像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 那腳這一代的話是有接地的 這裡還有開一個旋轉 可以往外搬的一個關節 所以整體的一個 戰力性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後方背包就是有它這個 標誌性的小翅膀 那也是可以自由的去做一個 角度上的調整 輪胎是在兩側 但電影頭我自己沒錯 應該是比較偏接近在 中間上方這邊集中在一起 那主仙系列那一款就是 這一點可能贏過這款 Bumblebee SS系列的玩具 就是輪胎的部分 我也是是比較還原的 但其他部分都還是 SS這款大勝齁 那武器方面的話是有附在兩種 一個是他的手炮 那手炮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大概是這個樣子 黃色的塑膠件上面塗上這種厚厚的灰色的漆面 那握持的話就是只能握單邊 他只有這一側有挖空可以讓他拳頭收拾跑出來 另外一邊就不能扣了 那另外一邊這個附的刀就是 兩側都可以去做一個 相對應的一個卡扣 就是都可以扣上去的 看你想要把他的刀放在哪一邊 但是沒有辦法同一隻手 扣砲又扣刀 比較可惜一些 那給大家看一下 還有一個細節 刻的還算不錯 就是就真的是完全的零塗裝了 那收納方面的話應該是 神星看一下應該是可以熟在這個地方吧 就是 他的小翅膀後方 如果你要的話 他有這個卡扣 能你這個刀是要怎麼扣哈 想扣嗎 欸我不會玩玩具 你這個刀需要怎麼扣哈 哦這樣扣上去嗎 應該是 如果你想要收的話 但是 建議還是不要 有點醜 那胸口這一代的一個造型 這兩片是可以稍微調整的 看你是想要往上抬 還是說稍微把它轉到往下一點 就看你想要怎麼去整 他的這個胸型了 接下來給大家示範一個變形過程 變形方面就是整個結構比較沒有新意啦 這種經典電影系列寶寶比的一個變身過程 那是因為他的用膠實在是非常的棒喔 所以在於整體的一個手感體驗上是非常佳的 就是不用像前幾款S系列推述寶寶比 在玩的時候就感覺塑膠比較薄比較脆 要小心翼翼的去動它 那這款的話就真的是可以大力的去玩它 用力的去擺真的是非常的舒爽喔 有一種在玩到玩具的感覺超級開心的 那我們首先先讓那個腳步開始變形 內側這一塊部件我們把它給 往後翻了 這關節比較偏緊一些 然後給往後翻 翻開之後呢 把他的腳尖朝內 然後他的車屁股這一塊 他的後後腳跟的地方 往這一側去做一個 欸我轉反了 應該是往上去做一個轉動 那整個的就可以利用裡面的雙動關節 往裡面去推移 這邊的話是有一個鎖定的卡扣 把它給扣上 另一台是相同的動作 這邊翻開 腳往內轉 然後這邊 整個的把它給拚進去 欸欸欸欸欸欸 拚進去 那兩側這個腳的部分就算是到位 你是可以先把它給扣起來 這個地方扣進去 拔出來之後是稍微有一點 比較困難 因為它兩側都是有倒勾的 就兩個兔跟奧都是有倒勾的 但它因為這個卡扣的地方比較厚 所以其實是可以比較放心的去大力扳 只是真的是扣進去也算蠻緊的 它拔出來真的是有一點 有一點要小吃力喔 OK 扣上去 拔上去之後我們再來就可以把它的胸口這一袋 讓它下半身做一個分開 這個這個這個背包的地方我們先叫它閃開好了 這邊整個打拼 裡面的板件都拉出來 那再來就是把它整個這個 上半身繞過它的頭部 把這些擋路的東西先移開 這代的話就可以看到它整個車頭的形狀 那我們把它這個胸口的地方 我自己建議是你先把它移到偏下面這一格 讓它這個bomper的地方可以繞過去 它這個真的是要靠塑膠韌性繞過去 那就是繞過去之後再把這邊兩側扳上來一點 這樣會變上去比較順手一些 那這代的話就可以先讓它做一個對齊的動作 我們把兩側這個車門呢 扣進去 扣上 然後手的地方 往內去做一個轉動 那它是在這個地方 它這裡有一個凸起 對應著下面腰間的這個洞 我們先放到這邊就行了 因為要輪胎扣進去這邊才能騰出空間放它的手 輪胎前方這裡 把它做一個壓合的動作 最後就是把它的兩隻手呢 扣到定位去齁 撐下一些附件的縫隙 把它給扣好 這款bombo皮就算是變形完成啦 在預前按下收得很乾淨齁 整體這個車型真的是蠻漂亮的 那硬要挑缺點大概就是 手這邊拳頭可能稍微露出來一點點 不過我覺得還算在可接觸的範圍內 那武器方面的搭載呢 它是刀的部分有辦法完美的隱藏在這個車體的下方 這邊的凸跟凹 可以去做一個結合的動作 那炮的部分就比較可惜了 它是只能扣在後方這個 這一側的一個洞 然後我們就把它這個卡扣位點去夾住 它上方這個桿子 裡面是有一個洞的 那就是可以扣在它車屁股的地方 做一個外掛式的搭載 就我自己是比較不太習慣啦 有點可惜沒辦法收在車體裡面的一些空洞 這個這個地方能不能 把它給可能應該是空洞間會夠嗎 唉唷 欸欸欸嘿嘿 那這樣子收好像還OK齁 整體的車型主要就是多了這個 比較越野感覺的這種防撞條 加了一個車頭還有擋風玻璃是可以帶齁 那這個地方的一個用膠是 不到軟膠啦 但是是比較偏有彈性的 比較Q的這種塑膠齁 那身上的這個用膠真的是摸上去超舒服 然後塗裝的部分主要就是黑色啦 那這個黑的話呢 兩種黑都很漂亮喔 質感上都是非常假的 這邊是稍微有一點反光的感覺 那塗的也是很公正喔 然後後方這邊的話呢 還有車尾這個地方 就是有點消光的處理 那這裡看上去真的是超級漂亮 很喜歡喔 意外的不錯看 然後後方就是有車尾燈的塗裝 正面的話 車頭燈就是有這種陰漆的塗裝 內部有一些小小的線條的刻畫 給大家稍微帶一下 那這黑一個車型 還沒給大家提醒的部分 拿出這個就在Sifar聯名的遊園車 算是近期比較沒有怎麼縮水的低級別玩具喔 非常的滿意 那一開始還沒看電影之前 看這個車型的一個照片 就覺得稍微有一點不太習慣 但是看過電影之後就覺得 哇他其實這樣也是蠻帥的喔 那輪胎方面 就整個都是黑色的 那卡榫式的輪胎就 滾中心推出來是稍微 比較沒辦法滾的 那麼的像毛丁那麼順暢 但這款推起來還算OK啦 就是至少沒有到非常的卡頓齁 那整體來說 相當推薦大家購買這款玩具 就是 主線系列那款推出的時候 就更加的推薦大家購買這款玩具了 真的是 沒有什麼疑慮的 要調一款新電影的幫忙比 就絕對是SS的這款 主線系列那款真的是 我沒有玩過都覺得他非常的落賽 OK 那大家如果現在的話 還可以找到 荷莉家維的話呢 我覺得是 相當不錯 近期 相當不錯的一款 電影系大王公玩具 手感真的是有 回到09年 當然可能沒有到09年那麼好 但是至少他已經是 近期 我覺得算是最好塑膠的一個 官方玩具了 那今天節目的節目就是 視野收看 我們下期再見囉 掰掰